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这个感谢主 那么这个今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呢 这个我一直感觉到神要叫我讲这个全能神 其实我觉得这个题材应该是王牧师来讲才的 王院长来说 因为他是专门学神学的 我这个是先知启示 我受感发言我就讲了 然后他就后面再跟我后面做一些矫正 为什么呢 这个神学方面我们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这个先知跟教师呢 要这个work hand in hand 要两个一起来做 因为有时候这个先知讲话的时候呢 他不太注重神学理论 他就受感就发言了 所以说呢 你们在这里念神学 好好把神学念好了 这个圣经的根基打好了 你再走灵恩呢 就会走得更稳定 一开始就走灵恩 没好好在圣经上下功夫啊 这个教导以后出去会有一些争议 争议 所以说呢 这个我也感谢主 我在这个 我十九岁就被圣灵充满 但是呢 这个当时还不懂得读圣经 就是方言 会说方言 你们有多少人会有说方言的经历吗 说方言 可能还不懂 我今天不太讲那么多灵恩的事情 我们就讲圣经 那么这个 因为我在想呢 有的弟兄姊妹都还 不一定都在这方面 这个 我们就看一看 今天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 神就特别感动我 说你要讲一个全能神 全能神 那么这个全能神的话呢 这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我们在 我想谁要我讲这个体材的原因呢 可能呢 就是讲到一些弟兄姊妹 可能你们在你们的生命 当中呢 要碰到一些很多不同的事情 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么 有没有很多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当中里面 常常碰到说 我念了神学 我跑了千里迢迢跑 从海外跑到这边来 念神学 念完了以后 我的道路在哪里 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啊 你们都知道你们会做什么 是吧 大概还是大家都在想 是不是 都在想 为什么呢 因为花了这么多时间 我把我说工作上都放下去了 我全部投资在这里 那我到时候出去了 人家说毕业了 就失业了 是不是 有的时候就说 但是神不会叫你失业 但是问题就说 有没有说 主啊 我只想 做一个很小很小的工作 永远不让人家知道的 这种服饰就好了 举手 还是说 有人说 主啊 求你大大的使用我 举手 也都没有啊 那你们念神学做什么 求神不要使用我 只是自我装备 你看看 所以来到这边 你看 美国生活水准又高 花的东西又贵 所以说呢 你看你来到这边 你念神学 有个 像我那时候 这个十九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说主啊 求你使我成为 全世界最温高的人 我一开门的时候 雷轰闪电 风雨交加 无挺老的 还好他那时候 没给我所有的恩赐 要是真给我 会败坏了我 为什么呢 这个恩赐太多了 人呢 生命没有被对付 人会叫puff up 什么叫puff up 就膨胀起来 所以为什么上帝 不叫我们 那个掰饼的时候 不要拿面包 拿那个无效饼 那个无效饼 是扎扎实实的 面包发起来 里面一掰开 都是空的 就是说那个人呢 一跤啊 外面膨胀 这里面还是很多 都是空的 神不要我们做这个 那么神叫 今天我说主 你要走 我从哪边开始讲呢 神说你先讲我的名字 叫这个名字 叫El Shaddai El Shaddai 那么这个El Shaddai 是什么呢 是全能神 其实神的名字呢 跟他的抬头 我那天去查考了 九百多个 你有没有想到 你的上帝 跟他的抬头 所有的名称 加起来 有九百多个 所以说呢 我说主 你要我讲哪一个 他说你就讲El Shaddai 顺便带一下 El Shaddai 那么El Shaddai 我想呢 这个字呢 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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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 第一章里面就讲了 起初神 创造天地 起初神呢 这个神呢 这个我们看了 英文叫God GOD 是不是 大写的OG 然后小写的OD 那原文的意思叫做Elohim 这个Elohim的意思呢 就是全能神 而且是复数的名词 复数的名词 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宇宙万物的时候呢 他是三为一体的 在那里创造 而不是一个神 在那里创造 单数的这个Elohim 叫做Eloar 那么所以说呢 那么这个神创造的时候 他是一个全能神 那么El Shaddai 特别是讲的 跟我们的一个 关系的全能 那个Elohim 那个全能神呢 是讲的 他就是一个 无比能力的神 一个El的 这两个字 El呢 就代表一个 全能的力量 所以说你看 这个Eliah 叫Elijah 是不是 这个Elijah的话呢 El呢 代表神的能力 后面的这个 这个Eliah呢 这个叫Jod 这个Jod的意思是 耶和华的这个简写 所以说Eliah 这个名字 是神的能力 跟神的名字 在名字里面 带的是跟我们的 一个关系的 一个连结 所以说呢 他这个Eliah 他翻出来的意思 就是神的能力 跟神我们的关系 合在一起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么这个 这个El Shaddai 是什么意思呢 El Shaddai翻出来的意思 就是叫 All Mighty 全能的意思 那么这个All Mighty呢 那么刚刚讲的 Elohim 他也是全能神 那么这个El Shaddai 又叫全能 那这个全能神 是跟我们的一个关系 那么所以说呢 我在查考这个 希伯来文里面的时候呢 我就发觉这个 Shaddai的意思 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山 叫做供应 叫做能力 是山 是供应 是能力 那么既然是山 是供应 是能力 那么所以说呢 他就表示说什么 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的帮助 这个山里面 有各式一样的供应 你看这个 这个中药采集 早先的中药采集什么呢 是那个大夫 有需要到山里面 去采集那个 那个中药的药草 那么就表示 这个山呢 是供应我们的 那么Shaddai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那么Shaddai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叫All Sufficient One 就是说 他是完全有的一个 All Sufficient One 然后呢 这个在英文里面呢 就翻出来叫做 God Almighty 全能神 那么这个全能神呢 那个Shaddai的意思 还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Dai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Sheds Forth Pores Out 或是Heap Benefi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Sheds Forth 就是说 通通请出归给你 那么Pores Out 就是倾倒在你身上 那么还有呢 To Heap Benefit 这就是说 把那个这个恩赐 恩典的这个Heap的意思 就堆起来 一个像小山一样的 那神呢 给我们的恩典呢 就是像一个山这么多 你想想看 你们每一个来跨海 一万多公里 跑到这边来 是不是有很多的神机意识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 原来来不了 可能到最后 就不怕在最后一分钟 怎么门就一个个就开了 所以你们就来到这边了 所以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 来到这个学校这边念书呢 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 那么这是谁在帮助你呢 就是这个Shedai 就是这个全能的供应者 他是把他的恩典 通通倾倒在你的身上 所以从神的名字的本身 我们就看得出来呢 神就是一个什么样的 你看懂了神的名字 你就看懂了 他跟你的关系 就看懂了你的关系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种里面 情形式的时候呢 这也是讲到什么样 这个Shedai的 这个Dai的意思呢 也是叫 All Sufficient 全然的供应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供应者呢 是叫耶华以勒 Jehovah Jireh 这个以勒呢 就是供应 是特别讲的供应 所以说神不仅仅把一个名字 大框框讲出来 我这个名字有这么多的意思 我还在把每一个小的意思 单独的有一个名字告诉你 我对你是什么 为什么神掰了手指头 跟我们讲呢 因为我们 我们记性不好 是不是 常常经过了很多神的神迹 还碰了一点事情 主啊 你在哪里 你为什么将我丢在这个地方 不垂听我的祷告 所以说神就没办法了 你们听不见 什么神就叫心垂 用先知恩赐的人 叫他们听得见 所以叫他们来给你们 牢牢不多的 说什么呢 神爱你 神要给你指点 哒哒哒哒哒讲 我这个嘴巴太小了 还不够大 要是再大一点的话 有两个嘴巴 我一个嘴巴讲课 我一个嘴巴发语言 那这样子我就会更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学习 操练听神的声音 因为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呢 看不到神的意象 听不到的感动 你就会觉得 我的神在哪里 会不会有 其实我那时候 来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就碰到困难 后来我才发觉 我有好动儿的问题 因为我的儿子里面 也发现了 有好动儿的问题 但是神医治他们 这个好动儿是什么问题 不是说坐在那里 停得不动 就是脑筋停不动 就是停不下来 那么后来呢 你看我那个人 坐在课堂里 我那个脑筋 不要飘哪去了 所以每次回到家 要做功课 就不知道做什么 就打电话 到处问同学 刚刚老师教在什么功课 你不是在那上课 我是啊 那你怎么没听到 没注意 结果来了美国 在念书的时候 就发生问题了 你不注意了 用英文讲课 你这个听得又不习惯 一开始就非常吃力 这念功课 非常的辛苦 觉得来了美国了 又没有一技之长 那时候英文还不怎么好 这个又找 要跟美国人 抢一个饭碗 要不念有一技之长 怎么吃 找一个饭碗 所以有一天 考试又考不好 心里面一焦急 就觉得前途无量 我们这个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什么样 玻璃上的苍临 前途光明 没有出路 我就感觉 当上玻璃上的苍 在美国 是不是 一个land of the dream 就是说 一个做梦想的地方 那现在来的怎么样 却看不到出路 前途光明 但是没有出路 我就在里面 就急着就哭起来了 我说书店不好 怎么办 没有人要嫁给我 没有人嫁给我 因为我找不到 好的工作 因为我找不到 好的工作 就没有房 那没有房 就没有人家喜欢我 那我就会没有子孙 我就是一村一村 孤孤单单地过 你看这个撒旦 就会把这种种子 放在你的里面 那么神就跟我讲了 我就是道路正理生命 我开车开了一半 正在哭泣的时候 我说主啊 到此为止 主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那时候就不懂 你是道路 真理生命 这东西太抽象了 我开的车是不是 道路吗 是不是 那真理 什么叫真理 神的话 神的话真理 那跟我考试不及格 什么关系 跟我考试以后 前面的道路 怎么关系 其实神就告诉我 就是你一切的一切 统统都包括在我的里面 道路什么道路 人生的道路 生命的道路就是我 什么叫生命道路 你工作到道路 也在你生命的道路的一部分 我就是真理 真理是什么 我就真理要带着你进入生命的里面去 那个就是说 我是你这一切一切 你这个工作 你的前途 不过是在我的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在我没有难成的事 我就是那个El Shaddai 我就是那个全然供应你的 我在那里没有别的事情 这个Shaddai的意思还有什么呢 它是讲的胸怀 讲的胸怀 这个胸怀又表示说什么样的 如果是一个母亲 她的喂孩子 她就用她的胸怀在那里喂孩子 那表示什么呢 养分 供应 还有满足 你看这个孩子吃完奶了 在母亲的怀抱里面 安然睡觉 是不是 那个水腹抱得好酸 我抱过孩子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Shaddai的意思呢 就是说 它是你所有的供应 那就是说 神说我是你一切的一切 你为什么要为你的前面道路彰显 你只要冲着我来 我就是你的道路 没有道路里面 我可以给你开道路 因为我是你的道路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准备自己的时候 不管你是念哪个神学院 不管你是在准备些什么 你都在预备自己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用的器皿 在神学院里面 我们除了要学习这个属天的知识 我们要学习属天的人品 属天的人品 我们要学习属天的恩赐 这个在天上的恩赐 这个价值观跟在地上都不一样 在地上是讲的功名利禄 在天上讲的圣洁公益 必在圣灵中的喜乐 是不是 价值观前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我们很多人 对着念神学的学生 有一种很错误的观念 有一次我在 我小的时候 我就听了一个妈妈 在跟另外一个妈妈 在教会里谈 他说我那个小儿子 是我们家最优秀的儿子 保送 这是最好的学校 中学保送 大学保送 好不容易在美国念完了PhD 现在呀 怎么搞的 会要跑到神学院去做章备 哎呀真是可惜 他觉得把东西给了神的 就是糟蹋了感觉 所以说你们在念神学院的时候 或者是你们念回去了以后 会有人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你 念神学院干什么 做个正经事 出去找个工作 好像这个神学院 就不是要做工作 其实你们所做的工作 是他们所不懂的 你们所做的是建造人 这个是无价的 所以要好好念 第二个 你不要去为前面的道路 去着急 有时候你会碰到 像一个大卫跟哥利亚的对阵 你觉得这个前面的道路 就像一个哥利亚 当时对我来讲 什么是我的前途 我二十几岁那时候快 后来慢慢快到三十岁 我看到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 一个一个的结婚 有的念完PhD 有的念完Master 就我一个还在大学那里磨呢 我念大学念了十年 半工半读 为什么呢 念了一课念不好 当掉再重新念 那时候刚刚来美国 那个英文大字 英文字 陡大的 这个英文字 不适一箩 我看会计第一章第一页 我二十二个生字 我就在查考背 我念 我念 一个chapter 二三十页的会计 我可以花 差不多两三天的时间 三四天 为什么呢 我太多生字 我念完一张 就是这样子的二十几页 大家有上百的生字 然后呢 自己没有办法念 也不怎么样 跑到那个图书馆 他那时候还有个录音机的机器 他有个卡片 上面写的那个英文字 底下有个磁带 你从那个机器一划 他就拼给你听 我就开始拿了 B-O-O-K 叫什么 叫Book B-O-O-K 一划Book 我就跟他念Book 这个就是要吃饭 叫Eat 这个叫Eat 这样子念 然后每个单字都慢慢念 我就看了一些越南学生进来 英文讲的比我还差 他念二十二个学分 我念九个学分 念得我满头包 哎呀 就这么念 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前途是什么 我那时候 这个我在迪士尼的园打工 迪士尼好像听见不错 你知道吗 每一个放假都是我在做工的时候 上课还要上课 然后放假我又去做工 就是有时候觉得身心灵都被压迫得很紧 学校有书要念有压力 工作要去工作 因为不工作没有钱 然后怎么样呢 还有这个学业 而且没有休息的时间 人家放假我做工 人家做工 人家做工的时候 我在那念书也是在做工 所以说呢 常常有时候念了一个学期 两个学期 三个学期 到时候我说我有半个学期的休息 我就停下来 给自己轻松一下 过了半年我再回到学 然后去慢慢念 所以这样念了十年 所以在那十年当中 我觉得过得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我前面就叫做 玻璃上的长蝇 前途光亮没有出路 所以说那个就感觉的像 我觉得是像一个大卫跟哥利亚的对比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巨人我永远达不到 我看到我的同学 一个个的结婚 一个个的成就事业 一个个的怎么样的 房子车子都开始买了 自己一开开 一开始都独立名户了 每一次在一起聚集的时候 人家说 哎 吴廷你现在怎么样 我说你看的 我觉得怎么样 就觉得很羞耻 就觉得很彷徨 所以这个 当你碰到你人生中的 格里亚的时候 你要晓得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允许你经过一些征战 你知道大卫 到了这个营地去的时候呢 他这个 跑到这个扫罗面前说 这个格里亚是什么 这个未受格里的 这个义邦分子 胆敢跟叶华的军队校正 你知道格里亚多高吗 九尺九寸 比这个房顶还高 这个房顶大概应该是 八尺吧 九尺吧 他应该高这个房顶 高一个头 他比姚明七尺六寸 要还高一尺 两尺三寸 姚明到他大概到胸怀 所以你跟这个人怎么打 这个人可能有一千磅 一千斤 他一个枪头呢 就是十二磅 一个枪的矛头啊 十二磅 你知道十二磅是干什么 参加运动会丢千球的那个十二磅 你拿那个千球 你会掉下去 就那么重 光是一个枪头 对不起 那个是七磅 七磅也不小 光是一个头啊 就七磅 他那个杆呢 像那个织布机的梭子 有这么粗 你根本来抓 两个手都抓不住 他那个毛像一个旗杆一样 他来了以后 你再那么眼 人家登登登 就可以敲你脑袋了 他跟你打仗 他不需要打 他说你的盾牌 你接我的盾牌 你就可以压扁了 所以说没人敢出去 你知道哥利亚呢 他翻出来意思叫做 Splendor Splendor是什么 哎呀好荣美 然后另外一个字翻出来 是刚好相反 叫做Fly 逃跑 你看到他那么荣美 你就会逃跑了 为什么那么高大出来 六个手指头 六个脚指头 他是巨人的后裔 有时候你会在你的生命当中 或者在你服侍的里面 你会碰到你属灵的巨人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面对的 你要记得你的神是El Shaddai 你的神是全然的神 祂是你全然的供应 你碰到这个最重要的是 你要抱住你的神 怎么抱 平常神会把小的仇地 会带到你面前 让你去学习征战 你们不但学习神的话 要懂得去祷告 我又在外面带了一些门徒 他们就什么事情都叫我师父祷告 老师祷告 我说我都会立你们祷告 我的事不要做了 我告诉你们怎么祷告 你们自己去祷告 我们做牧者的不是通通的为你做 我们的牧师叫你们去做 我们所做的事情 阿们 所以有个事情 一开始第一次说 王院长请你帮我祷告什么什么 这第一次OK 第二次怎么样 OK 第三次就该你自己来了 你要懂得祷告 你要懂得得胜 否则的话 你光学了神的国 不仅仅在于什么言语 乃是在乎全能 就是说你学了这个言语 你还要懂得全能 你碰到魔鬼 撒旦来的时候 拜托魔鬼 我看看第几章第几章 我可以跟你讲什么话 不是的 你要有权柄 要有能力 那怎么样权柄能力呢 这个大卫到扫罗面前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那个扫罗看到他容貌俊美 你这个美男子还会打仗 这个大卫说呢 这个仆人在看管羊群的时候 有狼 有狮 有狮子 有老虎来了 有这个熊来了 仆人就追赶打他们 哎哟 你干嘛干打老虎 不要说打老虎 打狼吧 狼来的不是一个 狼来的是狼群 所以说怎么样呢 在中东的这些牧羊人 是什么样的 他们叫做一个叫sling shot 什么叫sling shot呢 它不像弹弓 但是一个皮的 大概有两尺到三尺那么长 中间有一个套子 你把一个石头放在里面 这样转转转 用离心力 然后松开来以后 这个石头会飞出去打 他们打的要练的什么 听说要在白马之内 白米之内 可以打着羊的鸡脚 那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羊跑跑 跑了羊群离开了 往了右边 往了这边方向去 他打过来 是要这个羊的羊脚 在这边两个 他打着羊脚的这边的 右边的外侧 把这个头打回来 这一打回来 是羊就往这边去了 他就回来 你要看打得多准 他的力道得多准 他不能一打 糟糕老板我打死一只羊 今天我打死了十四只 我现在练习了 对不起 那你得赔啊 是不是 所以他有这个技术 就本事 所以平常有时候 在你们的服事当中 你会碰到属灵征战 神把你们养大了 不就是叫你们 把你们为了饱饱的 从神训业出来 哎呀怎么样呢 你看新兵上战场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打仗 有没有受训练 有受训练 没受训练更糟糕 有受训练还有实战经验 所以有一天你们都会进入实战经验 你们在服事的里面 已经碰到过实战经验了 是不是 对不对 你们在服事 服事的对了 服事的好 那个羊 哎 跟着你好好走 有时候服的 他不满意了 哽着给你一下 是不是 那叫山羊 有的是叫绵羊 就好好乖乖地跟你走 你怎么走 他就跟你怎么走 那最好 是不是 那有的山羊 他挺有个性 是不是 不喜欢你 扛他们就是一下一头 你这个腿上就戳伤了 你还不能随便去 把他给宰了 你宰 从我 我吃你羊肉 开玩笑 把他杀了 不行 然后你还得同的 与他同走 那所以说呢 神在这里面 告诉我们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这个时代的意思 这还有一个意思 翻出来叫什么 叫做overpower 或to destroy overpower就是说 他可以克服 你所有的困难 他有能力帮助你 克服所有的困难 还要to destroy 就是他可以毁灭 毁灭谁啊 毁灭你的仇敌 当然弟兄姊妹 不是我们的仇敌 有时候他在里面 有很多仇敌的势力 在他们身上 我们需要把那个仇敌的势力 给他们赶走 你们有没有听过 内在意志释放 听过的举手 这个名词 内在意志释放 所以我们的心灵 心思意念 都需要做 内在意志释放 我们在学校里面 就碰到一个姐妹 她的脾气就是不好 她就是不喜欢 人家跟她讲 做这个做那个 你跟她讲一 她就个顶二 而且很凶的 但是非常爱主 又很想要服侍主 后来我们在跟她 做内在意志采晓的 她的父亲从小就 没有跟她建立一个 好的关系 而且从小就是 对她虐待 所以她里面 有很多怒气 后来她的母亲 死了以后 她就觉得 她可能自己 做了一些错的决定 造成她母亲的事 所以她里面 不能原谅自己 所以她里面 又悔恨 又有怒气 所以她就把这个权柄 就当做 像她的父亲一样 任何人跟她讲 什么事 她就先给你挡了 再说 真是很难 等我们给她 做了内在意志释放 哭了个半天 做完以后 人柔和谦卑了不少 那就是她真正的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常常需要神的能力 去把仇敌的势力 在我们身上去解决 有时候在教会里面 最难服侍的 不是你讲道 也不是你敬拜赞美 乃是你服侍人 是不是 这个人是最难服侍的 什么都好做 就是因为唱诗就唱诗 你要好好练 你歌喉不好 好好练 你五线谱把它摇准了 歌喉就好 你弹琴弹得不好 弹琴弹得不好 你就好好谈 你好好练 一定可以练好的 但是怎么样呢 唯一这个人是最难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 也不一样 每个人身上仇敌 可能都有多多少少的瑕疵 因为主说 没有一个艺人 连一个都没有 就是没有一个按照神的标准 可以完全活出基督的形象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长到大 长到什么 叫基督长子的神量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神叫我们长大 长大什么 你的温柔 你的谦卑 你的了解 你的董事 像我就说了 我就看了一些 有一个姐妹在学校里面 就是特别 抓着人家 就是问问问题 问不完 什么都问题 有时候早上打电话 五点钟六点钟 就打电话给别人 就把别人吵醒了 人家都跑来我们这里报告 后来呢 我就说呢 因为我接触过这种 造育症的姐妹 所以我就了解 我说 她心里面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会这样东抓西抓 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教导这个姐妹 我说你要看着 你跟人家讲了两遍 三遍教人家帮你忙 人家都不能帮你忙的时候 你就要暂时停一停 人家一定是没有时间 或者说真的是太忙了 或者是真的也不想帮你忙 你就要试脸色就好了 你一直抓着人家 搞得最后人家实在是受不了 回来给你凶下 你又受伤 我说这样子的话就没完没了 所以说你看 神在各个方面 祂要教导我们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在很多市场怎么样呢 我们要学习在那里争战 你要知道如何来争战 如何靠神的事 我们常常说靠主得胜 靠主得胜 有多少基督徒在生命里面 几乎每一样东西 都可以靠主得胜的举手 你看 不多 是不是 没有 没有 所以你们还得再学点其他的东西 什么叫属灵征战 什么叫医治释放 那么所以说 这个就懂得所谓灵界的征战 因为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讲过 你在地上捆绑什么 我们在天上就捆绑什么 是不是 你知道他在天上捆绑什么吗 天上在哪里 你看到过他捆绑什么吗 你们在地上释放什么 我在天上就释放什么 这个天上就是指灵界的世界 我们知道有三层天 一层天 二层天 三层天 丹一离书里面有讲到过 那好 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要小区 征战 你看 这个大卫没有碰到 哥利亚以前 这是什么呢 是在他人生最大的一个 征战的时候 你碰到征战的时候 你必须要得胜 你没有资格去弃甲丢兵 丢亏 就跑掉 你丢掉以后 通通被仇敌去掳掠 我在国内服势了好多年 有一次我碰了一个党员 他这个对共产党的党史研究很多的 我就好奇 因为我父亲以前是国民党 所以说呢 这个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当时哪来的军备 他说我们是用国民党的军备打 我说怎么会用国民党的军备打 他说我们每次打赢一场仗 军队国民党撤退的时候 所有的轴重的武器 通通留在战场上就跑 为什么要逃命要紧 所以我们就接收了 打到最后通通是美制的装备了 然后我说这个样子 所以这里面跟属灵征战一模一样 你在属灵征战 你面对撒旦的挑战的时候 你不能往后退 你看征战的兵器是什么 旧温的头盔 公义的护心镜 是不是 信德的臀排 真理的腰带 圣灵的宝剑 也是神的话 福音的平安鞋 你背后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 有什么 背后有什么兵器吗 没有 你一转过身来怎么样 就成靶子 就成靶子 所以说你不能往后退 怎么不能往后退呢 祷告 你要祷告什么 你还知道怎么祷告 所以说什么 在大卫在牧养的时候怎么样 他就会碰到熊 碰到狮子 碰到狼 怎么样 神就教他怎么祷告 所以第一个什么 你要好好操练你自己 把神的话语操练好 你看 这个主耶稣基督出来服侍 撒旦试探他三次 三次都是神用话 就把他挡回去了 所以神的话要好好去背 还不仅仅念 我跟你讲 你念神学是不错 我也念 那王院长是专科 专家 但是你讲道好坏 是不是凭你念神学 就可以决定到了 不见得 是不是 不见得 你看到朋友很多神 我不是说不要念神学 是你跟神的关系 所带下来的副产品 你的服饰是跟神的关系 带出来的副产品 不是正产品 你的服饰是副产品 跟神的关系是主产品 你跟神没有关系 你的服饰绝对不会好 你不在祷告里面下功夫 你不在读经里下功夫 你没有货给人家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当这个大卫被操练过的时候 他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 challenge挑战 不一定每一个都是争战 但是每一个都是一个挑战 你在每一个挑战 去好好的尽忠 去服侍的时候 神看你忠心服侍 神就会提升你 到了那天 决定性的一个战场来的时候 一个挑战来的时候 你就会有把握 面对再怎么大的 说什么样 说这个争战是属于一号华 你是靠什么样 你的能力 你的权柄 你的枪 你的毛 你的脊 但是征战是在乎自己的一号华 为什么 因为他平常与神一起征战 所以基兄姊妹 要迎接挑战跟征战 我们不要逃避 每次你知道碰到挑战 再怎么困难的时候 当你超过的时候 叫overpower 就是刚刚讲的 Shaddai里面的一个字 你超过他的时候 你就属灵的权柄 主耶稣基督面对撒但挑战三次 他被圣灵充满 受了洗以后 被圣灵充满以后 怎么样 上来就被引领到旷野 近视四十天祷告 完了以后怎么样 遇见魔鬼撒但三次挑战 他打赢了以后 圣经怎么说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说他满有圣灵的能力 所以说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引领 属灵的征战得胜 开始有圣灵的能力 所以他在开始服侍的时候 满有神的同彩 主耶稣在十一十二岁的时候 到殿问了一些法利塞人 祭祀文史 有问有答 他们都在想 这个孩子没念过书 怎么可能会懂得神 这么深奥的道理 他们忘了 他们从外面观看 看耶稣是个小孩 但是他是根骨长存的 第二个圣经是他写的 他当然知道他答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懂得如何依靠这个神 懂得依靠神的 就能够成就 我记得我结束的时候 就在讲一两个见证 有一个姐妹 好多年前在我们教会 那时候他从台湾到美国来念书 后来念念念的时候压力太大 又办公又办读 结果到最后精神崩溃 然后他所有的亲戚 都打电话回去跟他的父母讲 说你们赶快把这个孩子接住 没有一个人 有这个时间跟耐力 能够来帮助他 因为这个精神病犯了以后 你不晓得他脑筋里面想什么东西 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不晓得下部会做什么 他母亲有个很好的工作 就跟公司请假 说你给我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要到美国去接我的孩子 结果一去以后 那个孩子就不回来 他说我衣事无成 为什么我要回台湾也要衣锦婚 衣锦这个还乡 现在学校没念完 婚也没结我就跑回去 我的同学一定会笑我 我绝对不回去 我一定要留在美国 他不认为他自己有精神病 这个后来又过了两个礼拜 四个礼拜过去了 一个月台湾的电报就吹过来 是早前在1967年的时候 还没有电脑的时候 这个电报就说 你到底回不回来上班 因为你这个位置很重要 我们不能一直空缺 你要是不回来 你请你马上告诉我 那这个母亲呢 当然是还要学回去工作 他没有办法 他说那天冬天在纽约下大学 他就看着窗面外面的雪 他就跪在地毯上就开始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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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里流泪的呼求 在那里祷告 因为他没有别的路走 记得主说我是你的道路 最后祷告了也不知道多久 流了不知道多少眼泪 最后突然他觉得 重担就没有了 好像就没有这回事一样 他说奇怪 怎么会这样 就走到他女儿房间里面 跟他说 女儿啊 你要不要跟妈回去 最后女儿就说 好 我跟你回去 所以说弟兄姊妹 我们平常没有超天祷告的时候 在那个很重要的关头挑战来的时候 你怎么得胜 这叫靠主得胜 你跪下去的时候带着重担 你起来的时候是带着轻声 你看的是那个排山道海过来的 你靠主在那里祷告 敬拜赞美灯火的时候 我的儿子前些时候在英国念完了硕士 他是念电脑这个叫Cyber Security Cyber Security就是电脑安全网络系统 怎么样防止人家来骇客来骇警 我怎么去追查这个电脑 结果念完了以后呢 就一直找不到工作 因为他还没有工作经验 电脑这个在美国的都是高薪 所以人家不愿意负一个高薪的 没有经验的人 其实他很聪明 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后来我们就开始祷告 祷告了半天我们都没有答案 到最后我发觉 有人在后面下了咒诅给他 你看还有这种事情 我不知道是谁 我知道是谁 我知道是谁 他也不知道他在无意形中下了咒诅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我就不讲细节 直到有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的师母就看到有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unemployment 失业 找不到工作 他就说 看着这个牌子出来 他就说我就在 这个会议的时候 碰给他打断 打坏了 然后我又在祷告 我又在祷告的时候 我说神为什么祷告这么久 我平常祷告很快就成就 为什么这次祷告一直没有成就 第一个神说 我在熬练你儿子的信心 他需要来依靠我 第二个神就跟我启示了 在你们这个财务的源头那里 有撒旦那里做挟制的工作 天哪 源头 源头是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我说好 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把撒旦从我们的源头 财务的住宿上 把它挪出去 尤其是我这个老二 老大 哎 祷告了以后 哎 马上就有一个interview来 一个是泰国 泰国一个科技大学 在清曼 请他要去做教授 我说OK 但是跑好远 我说主啊 若不是你特别的质疑 我宁愿希望他在这个湾区这边找到工作 哎 结果湾区的 过了一个礼拜 又有一个工作来找他谈 谈完了以后 我自己再祷告 神说三番式是他的落脚地 我祷告了第一次 我说好久 祷告那么久都没有 小心点给我讲三番式 是不是我自己想的 第二次的时间 我说三番式 神就跟我问了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信 啊 我说信信信 再过了两天 我儿子打电话来 三番式那个工作录取他 高兴 超过他所求所想 我说好 感谢主 因为上帝已经告诉我 所以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我们学习与主红线 不是你过去与主怎么样 也不是你以后会与主怎么样 但是你要天天学习与主同心 当那个很大的挑战来的时候 你在祷告的时候 神就垂听 我记得他那时候念完 那年大学的时候 碰到一个女孩子 韩国的一个 也是一个姐妹 是天主教徒 他们两个开始约会 我说有一件事情 你要记得 你一定要去教会 好 我说去基督教的教会 OK 去了一段时间 那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发展 好 我就说 后来聚会也不怎么去了 礼拜天就出去到外面去玩去了 我说这个不行 我说主啊 我说这个女孩子 要不是你所给她预备的 给我们家做儿媳妇 就不要她进这个门 就分开了 祷告第二个礼拜 两个就拜拜了 老大还很伤心地哭了回来 两年半的感情 他们是做学生的 叫做student body student government 就是学生政府 你知道了吧 在美国大学里面 高中他们也有学生 什么叫学生 他们这个学生里面 选举很多代表 参加你们所各个的部门 工程部 什么机械部 文化 艺术部门 每个部门的这个 所有的师资要开会 这个学生代表要去听 要把学生的意见 反映给这些老师们 就像一个职员一样 那么这个 他们两个都是站在那里面 结果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 念完书了 他要出去 搬出去住 每个人都是 这个小孩子 都要独立 跑出去 要跑海边去住 因为海边风景好 我说海边很贵 没关系 我已经找好了一个roommate 我第二个问题 这个roommate是什么性别 他说爸爸 我说是不是女的 他说 大家都怎么说 大家都不一样 你不是大家 你是我的儿子 你是牧师的儿子 他说放心 他很丑 我不会碰他 我说也不是这么讲 我说你们两个 进进出出 在一起看起来就不对 神就给我智慧 众人以为不美的事情 就留心不要去做 应该是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是不是 神就给我 这个智慧的言语 他说爸爸 怎么样 好像那个老古董 大家都 他没有讲这个意思了 反正那个 我说好 你不听 我还有个大爹 我就导什么 主啊 我说你要是因为这个做不好 你就禁止他出去 第二个礼拜被解雇了 没钱了 我说孩子 没问题 你做事能力 给你机制反应足够 暂时在家里待的 没问题 我们也不算你房租 反正你就带着家就好 就带下来 所以说你看呢 平常要有关系 碰到事情就没有关系 平常要没有关系 碰到紧一事情就有关系了 所以弟兄姊妹 神叫我告诉你们 这个神是一个全能的神 就是叫你现在平常要学习 好好来寻求神的面 你跟他的关系 不仅仅在于知识 知识是绝对重要 你跟他是有一个个人互动的关系 这会帮助你的读经 你的启示都会出来 都会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 我就是告诉你们 在你们以后 在服事的人生当中里面 会碰到很多大大小小的挑战 你今天就要学习开始 如何依靠你的El Shaddai 你的全能神 你的供应者 他是你的山寨 他是你一切的供应 他是那个山 他是那个胸怀 他是那个完全有能力的 他可以把仇敌完全灭绝的 他也是可以帮助你 Overpower 这个能够克服你一切的 因为他是那个全能的神 所以说呢 今天这个道理讲出来了 你们要经历这个道理 就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有一个美好的经历 每一个世时代代的孩子 每一个世时代代的孩子 都要来到你面前 学习单独的认识 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是那全能的神 主要你讲这个全能的神 你要我们经历你的全能 所以你允许撒旦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挑战 有攻击 好使我们像大卫一样 平常有懂得靠你争战得胜 等到这个哥利亚 这个巨人 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一击而到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与我们同行 光是别人告诉 我们的神与我们同行还不够 我们要自己亲力今生的 亲生经历的 你与我们同行才算数 我们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